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6月3日 今天来谈谈美国的游行示威活动 以及发展成了骚乱 这方面现在海内外的媒体都在纷纷报道 特别是美国总统川普面临着执政以来最大的难题 我看到网络的报道说是 在最近这几天 示威的群众 特别是在华盛顿特区的 离川普近在咫尺 在白宫北侧的拉菲特公园 执法人员使用了催泪弹和闪光弹 驱离靠近白宫的和平事实 清除一条道路 共特朗普在讲话结束后 从白宫步行穿过公园 前往总统教堂 圣约翰圣公会教堂 结果呢 说是5月31日晚间 抗议者不怕 使这座204年历史的教堂轻微的受损了 现在你看在美国已经蔓延到了 这40多个城市都实行的宵禁了 至少那23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动用了国民警卫队 协同警方应对骚乱和维持治安 这说明什么 说明有的时候 这个突发事件忽然来临的时候 要考验这个政治家的智慧 你不论是这个民主的国家还是专制的国家 这个警察搞不好都是闯祸 一旦闯祸就是大事 你看这个事件最早的时候 是从5月25号 明尼苏大州的一个警察也乐警 这个警察素质非常差 非常冷血残暴 在对一个黑人拘留的时候 竟然用膝盖顶住他的脖子 压了足足 长达是根据网络的消息 是几分钟的时间 8分钟 结果造成了什么 造成他的窒息死亡了 那么现在美国的有一个大学 就验尸方面的专家 已经出具了报告了 就证明什么 他不是因为其他原因 也不是心脏病 也不是吸毒 而是的确是一种 由于警察过度暴力行为导致的死亡 那肯定就急弄了这些有事的人种 而且也极其的 更多的老百姓就反对了 那么再加上这一段时间 人们在家里 由于新冠肺炎造成的这种隔离 人们心得非常郁闷 很多人失业没有工作 这个情绪愤怒无处发泄 突然间在这个时间 找到这么一个播放天 所以就给川普带来很大的麻烦 你想刚才谈到了 连这个教堂都被毁损 都被这个轻微的就损坏了 你想可见这老百姓 这是非常愤怒 我看到今天有一个报道 说川普非常害怕 他这个团队躲到地下掩体去 长达两次 先后两次去躲避 可见是老川普现在看来非常不走劣 第一次是什么 是这个弹劾案 把老川普搞得这个灰头土脸 接着就是新冠肺炎 把原本这个美国的经济 算是最好的时期了 这个就业率 失业率最低 这个五四又非常强劲 老川普又战胜了 中国搞了这个贸易战 获得第一决战的胜利 没想到突然间 这两件事处理完之后又发生了 突发事件 导致他面临空前的危机 本人认为老川普有责任 什么责任呢 我觉得这一两天 看到他很多的讲话 在不同场合的表现 还有他的推特发表一些文章 我认为他必须改变这种 强力镇压的这种思维 也就是高压不能维稳 还得靠什么呢 靠这个面对这个现实 要解决这个警察恶法的问题 因为什么呢 我看到这个网络的消息 就是说有一个这个地区 这个一些警察呢 就表现的就比较好 他们什么呢 他们就是说 据说是在叫美国 叫密西根 有这么一个地区 有些警察呢 就用单腿就下跪的方式 向这些愤怒的老百姓求情 就是道歉 我们警察确实做错了 我们感到很惭愧 愿意加入这个示威的群众 也就是密西根 密西根这也就是这么一个地方 说是他的警察表现良好 于是呢 这个抗议的老百姓 就是心中的愤怒 马上就缓和了很多 我没有具体看这个 写上的图片和视频 本人认为啊 既然发生这个事情 就应当首先 立足点就是什么 要通过法律的途径啊 给一个公道 严惩这位警员啊 但是你这个警员 你有严惩 你必须建立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么经过这个 法义坚定之后呢 还要走这个 法律程序啊 该判多长时间 多长时间 问题是老川普 千万不能再用什么呢 用激烈的语言 去刺激这些抗议者 我看老川普现在有点 过于紧张啊 心里焦虑啊 有一点就是说 给我的感觉啊 就是乱了放寸了 其中反复的强调 要让各个市州啊 这个市长啊 这些 这个主政者啊 能够就是说 动用这个警力啊 去这个严厉阵呀 那当然了 那些打砸抢 这个机会啊 这个破会的公共设施啊 抢劫超市啊 甚至啊 歧视这些 这个一些人士啊 这搞一些暴动 这方面肯定要 严厉的这个谴责啊 该怎么样怎么样 那我看到网络的消息 讲说目前呢 已经抓捕了 五千多个抗议者 这么多怎么办呢 所以我觉得老川普 还应该把立足点啊 这个转移到什么呢 这个回荣和这个包容 和这个理智 这个面对啊 千万不要在 就火上交友啊 尤其是这个老川普 他经常 爱发一些推特 往往把这个一些 往往记性发挥啊 有一些没有实施 熟虑 没有经过班子 仔细研究的言论啊 有的时候 忽然间就放到网上了 这些言论呢 我认为 有一些这个说法呀 不合适啊 特别是关于啊 用暴力的手段 要严惩 并且称这些暴力抗议活动 一概是国内的恐怖行为 我觉得这个要仔细的研究 只有极少数的 这些机会 这个打砸墙啊 这个标题 这个慢慢去处理 就是该怎么样怎么样 而且在与此同时啊 要很好地控制这个警察的情绪啊 因为你动用这个警察也好 还是国民警卫队 用警力是对待这些老百姓 但现在这个规模已经太大了啊 从这个5月25号发生 到现在位置已经蔓延整个全国了 成为了一场啊 规模相当大的啊 一场这个突发事件啊 所以说川普必须冷静冷静再冷静啊 你看现在这几天 这个美国这个社会各级啊 这个情况也非常复杂啊 特别美国 你想 这个老川普是共和党 那么民主党 现在的拜登这个高兴怀了 我看拜登也模仿了 刚才讲到一些警察 也是单膝跪在地下 接受这个抗议者的 这个和这个抗议者交谈 安抚他 其实就是拉拢啊 因为拜登想去而带自 我看到今天这个奥巴马 作为这个有色人总的一个代表 一个成功人士 也出来这个讲话 但是奥巴马我觉得讲的比较好 他讲到什么 就是要通过什么 通过这种和平的理性的 这个投票的方式 就是改变这个领导层 其实就是想把 这个川普通过这个投票的方式 这个能够拿掉 换成这个 这个拜登 那当然这是也是 我认为也是一个正常程序了 因为好在 10月份就要大选了 肯定这个事件 严重的影响了这个民意 对老川普来讲是雪上加松 所以老川普心里是非常苦的 你想现在 他面临的问题太多了 那么现在这一方面 又忽然间发生这一次的这个抗议的骚乱 造成了什么 中共的这个党媒 官媒是一片欢呼 看到国内的媒体 新华社 人路面网的报道 天天是渲染夸张 就美国的骚乱 但本人认为不管怎么样 美国是一个司法独立的国家 不怕警察作恶 自由这个法律程序 这个审判他 而且我相信呢 这个随着事件的流逝 过一段时间慢慢就平息下来 这就要考验什么 考验政治家的智慧 就看这个川普 他在目前这个尸体状况 精神状态 心理的应对能力怎么样 我还是建议他 冷静冷静再冷静 而且要多多和这团队的一般人 爽讨 尤其是要学习 本人上述讲的 就是这些能够单腿下跪 向这个抗议者承认错误 在这个前提下 向老百姓示好 用这种方式才能平息这次愤怒 那么你光靠说是国民警卫队 靠什么部队去镇压 把他们打击成为恐怖分子 我认为恐怕阴阶不暇 因为人太多了 纵弄难犯 你不认识专制政权 还是民主制度 你在警察这个问题上 我认为都应该限制他们的权力 搞不好就要闯祸 因为这个东西是送人间 你别看警察手里有武器 去制止老百姓的一些骚乱 一些动荡 但是你搞不好的话 你可能火上就要有 反倒问题越高越麻烦 所以说看到这些新闻 本人也是为美国总统的 这个比较忧虑 带有 因为什么老川普执政以来 我认为他基本上 还是做得比较好 大方向还是对的 尤其和中国的交往当中 还是做得不卑不亢的 还是掌握大局 就没有想到就发生这么一场 就突发事件 这是真是乌漏又疯的连夜雨 到了今天这种境地 不过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既然你想做政治领导人 你就要思想准备 这个人们都有讲嘛 干大事日的云水浸灰 你要有这种宽广的胸怀 但是你光有胸怀不行 你还要从容的应对 这种突然出现的问题 本人相信 可能过一段时间 说不定老川普能够调整心态 把这次示威活动的事情应对好 那么今天的独奥点评节目 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光达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